张玉铭的父亲张全成,也在最近发表声明,表示正在谈判,积极支持张玉铭回国效力。 除了意外,张玉铭将在转会出口关闭之前,正式加盟北京国安。 张玉铭是1997年名段国庆部的主力中锋,2015年,生日在张立成一线队,此后刘洋和贾去乐部为特殊。 2016年2月,张玉铭完成和贾首秀,成为继以海和新翔之后第三名在和贾上产的中国球员。 但个月后,他成为首赢在和贾进球的中国球员。 2017年7月,张玉铭与720万公元转费费交门有中锁背景的英超之乐部需不量为期,随即被租借大得贾不来人。 因为获得胜场机会,去年6月,张玉铭从不来美转增费海牙,至今只剧别胜场的论词。 总胜场时间只有一百一十七分钟。 各名足球评论员袁强在一体育节目中输出了张玉铭回国的真实原意。 袁强认为,张玉铭回国是为了更丢位国家地效力。 这个对于他非常看重的曾经的国家身份,包括接下来在国奥队要备演的角色。 他觉得对自己的时间成本有些消耗过大,如果能够回到中超,在联赛初期获得更多的出场机会,而且有参加落贡的可能性。 对于他已经与满22岁这样的职业人员来说,比赛时间和比赛机会的充分是最重要的。 张玉铭是中国现在各级国资号队伍的常客。 2016年会级代表1993年营造国奥队参加二日选赛。 同年4月入选国交队,并在越生产中吐门。 9月出战了世界班逸选赛。 张玉铭在为中国各级TB出战的比赛中,曾有八次受伤。 甚至影响到了当时在温克斯的主力位置。 但是在最近结束的亚洲B上,李皮并没有征兆张玉铭。 原因在于2017年的世界杯逸选赛上。 中国和伊夫德克斯坦比赛之前,李皮对于张玉铭的没有及时固定很是趣味。 李皮在接受参访时表示, 有的对人在没有群座的情况下,却不按时报道, 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。 随后,李皮说,我决定本期国交队集训不再争备张玉铭了。 隔制了此事以后, 林达布莱梅的总经理鲍麦得知消息后表示, 这完全是个误解。 鲍麦表示,由于一个高通度, 再成了这次误会。 在本周路布莱梅对赛外人类移赛的中, 张玉铭在可能上场队员赢单之内, 我们很有信可以很快地成新这次误会。 林达布莱梅对张玉铭参加这次国家对赛事, 表示一场遗憾。 我们长江澳门拥有张玉铭为中国国家队的队员, 并将在内来进行其他为中国在国际赛事中驰骋。 不来媒的本意, 是让张玉铭在对任务之敌后的比赛前四天回到国家队, 这是符合国际国际赛事中驰骋的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张玉铭本人也得李平求情贷卸, 结果李平仍然决定把张玉铭排在了局势名单之内, 可以说李平已经无情地把张玉铭给封杀了, 就因为这件事情, 使张玉铭从此保证媒体和权力的质疑。 对于此次张玉铭会中超渔市, 球迷态度两极分化, 一部分球员为张玉铭不从去年11月份以来, 再和贾支持与替子身份出场一百多分钟。 对于仅仅22岁的张玉铭来说, 但想费中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球员, 必须要有足够的比赛。 回到国内踢球, 对于他重拾信心, 以及寻找比赛, 感觉有着很重要的作用, 而另一部分前名则认为, 这又是变形的出口转内销的操作, 中超的俱乐部又成了温大头, 而且张玉铭的水平回国以后, 在俱乐部内也踢不上主任前锋。 对于张玉铭的攻击, 你是如何看待的?